上周,戴尔兰城再次成为公开上市公司交易,小米IPO对应市值485亿美元,沙特阿美上市准备工作陷入停滞。 中国版权景基金将启动,Google被保允许应用开发人员扫描用户电邮。 波音计划与巴塘工业建立合资飞机企业,普莱克斯将出售欧洲系体业务。 特斯拉实现中产5000辆车目标,欧洲三大车企推出电动汽车共享服务。 世界杯球一赞助商奈克大扎埃迪,以戴尔将再次成为公开上市公司。 戴尔公司戴尔incorporated达成时该公司再次成为一家公开上市公司的交易。 该公司通过一项股票互换交易收购DVMT跟踪股。 该跟踪股追踪戴尔快速增长的虚拟化软件色公司,为Revy Amware Incorporated,正式名称为Deal Technologies。 戴尔将用新创建的C类股票,据换DVMT追踪股票,交易总对价217亿美元,交易完成后,其C类股票将在纽交所挂牌交易。 戴尔与印安线EMC合并交易完成后,戴尔发行DVMT并与公司促持有61%的微锐普通股,构成1比1的关系。 减评退市几年后,戴尔将重新回到股民的视野中。 而且股票的估值已经大幅超越了退市时,银湖资本在2013年与迈克尔戴尔一起进行了这次科技行业有许以来最大的私有化项目。 两小米IPO市值485亿美元,小米集团公布发售价和配发结果。 小米每股发售股份的发售价,定为17港元,或轻微超额认购。 对应市值处于预计区间的下限3803.94亿港元,约485亿美元。 这一估值于2014年底小米第五轮融资时,450亿美元的估值相距不远。 而按实际港元股计算,小米预计目击款现金额为239.75亿港元。 减评,雷军估计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沮丧,而且小米股票正式挂牌后,还将面临被做空的压力。 而小米上市后的表现,恐怕也会影响到其他准备上市的独角兽们。 三,沙特阿美上市准备工作陷入停止,作为沙特政府开放经济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 沙特阿美上市的准备工作已陷入停止,这让政府官员和民众对上市进程是否会继续感到怀疑。 这组IPO可能筹集1000亿美元,但这个公司也会受到前所为有的审查。 沙特阿美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上市市值被市场预估在1万亿到2万亿美元之间,为全球执罪。 减评,沙特阿美如果只在沙特交易所上市,这家公司对本土交易所来说体量过大,而在海外其他大型交易所上市,则涉及很多法律问题。 4. 中国版月景基金将启动,中国交商局集团,China Merchants Group与英国Centricos公司合作, 新推出一支1000亿元人民币的科技投资基金,中国新纪元科技基金。 China Neurotechnology Fund旨在成为中国版的月景基金。 月景基金由日本软银创建,规模近1000亿美元,该基金将用于投资并收购科技公司。 主要是在中国,也会涉及全球范围,招商局集团旗下投资者公司招商资本和其他中国投资者将为该基金出资至多40%,减评,随着科技领域的投资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投资者都在筹集资本,与全球最大科技投资基金,月景基金展开竞争。 招商资本和其他中国投资邦将出资400亿人民币。 Central Coff和我时投资将组建一家合资公司,负责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剩余的600亿人民币。 无应用开发人员可扫描谷歌电邮,Alphabet旗下谷歌Google一年前曾表示,将停止以提供个信号广告为目的让其电脑通过扫描Gmail用户的收件商来获取信息。 但这家互联网日投仍在允许数以百计的外部软件开发者扫描大量Gmail用户收件商。 这些用户注册了基于电子邮件的各类服务,包括提供购物价格比较,自动旅行,日程安排或其他工具。 这些软件开发者对电脑进行培训,学习如何阅读用户的电子邮件,而谷歌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加以监督。 减评,用户的隐私,是科技巨头们获得暴力的最关键因素。 六波音计划与巴汤工业合资,美国波音公司Noinco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InbredSA签署了初步的,不具约树立的两届备忘录。 双方将组建一家包括巴汤工业的民用飞机和服务部门的合资公司。 波音将拥有合资公司80%的股份,巴汤工业将拥有其余20%股份。 这与交易将巴汤工业全部的民用飞机建物,估值为47.5亿美元,并将波音在合资公司中80%的股权估值为38亿美元。 而与此同时,空客Airbus与庞巴迪、Bombardier和魁北克投资公司签署的关于C系列飞机的合约的已经正式升向,C系列飞机正式成为空客家族的成员。 建平、建立合资企业,实际上等于波音收购了巴汤工业的民用飞机业务。 巴汤工业和庞巴迪主要去交易支线客机。 波音的合资和空客收购C系列,也让波音和空客成为支线飞机的竞争对手。 其普莱克斯将出售欧洲气体业务,林德公司Lintech,表示,普莱克斯,Praxia Incorporated, 以同意将其欧洲气体业务的多数股权出售给日本三菱化学控股集团旗下的大洋日酸公司。 它也有Nippon Sensor Code,这张交易的价格是51欧元,并且在完成之前,可能按照惯例予以调整。 林德称,玻璃上述业务取决于林德和普莱克斯,完成合并计划,以及获得检管批准,包括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减评,作为工业气体供应力中全球四大公司中的两家,林德与普莱克斯的合并规模将超过反夜空,成为全球最大气体公司。 8.特斯拉实现周产5000辆车目标。特斯拉Tesla Inc.在仅仅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生产了5000辆Model三轿车,由此实现了一个拖延已久的目标。 这应该会缓解这家未盈利汽车制造商,在致力于成为一家主流电动车制造商之际,受到的质疑。特斯拉车,今年第二季度共生产了53339辆电动汽车。 其中Model三占28578辆,Model和X总计占24761辆。 减评,每周5000辆的生产率将使特斯拉能够产生足够现金来维持运营并实现盈利。 这一里程碑还可以使特斯拉能够短期内不必的展示或股市筹挫更多现金。 9.欧洲三车企推电动汽车共享服务。 大众汽车Volkswagen AD将在2019年推出电动汽车共享服务。 大众汽车计划先在德国推出这项服务。 大众的暗需响应车队,将完全由电动汽车组成。 因此将提供零排放,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雷诺公司Reno SA将在巴黎与市政当局合作,推出一系列电动汽车共享服务。 计划从9月开始,在巴黎市中心办门内,提供自助式的电动汽车。 到2019年底,汽车队将达到约2000辆电动汽车。 标志学铁龙Reno SA计划今年年内在巴黎周边部署约500辆自助式车辆。 简评,打众集团的共享服务,将与敖马以及戴姆勒即将合并的Driveno和阿哥车辆共享项目展开竞争。 10世界杯球衣赞助商奈克大扎埃迪,在冷门不断的世界杯中,美国运动服饰生产商奈克马基罗及外实力强大的老对手阿迪达斯·阿迪达斯,在备受关注的球衣赞助商大战中胜出。 在八强队伍中,奈克赞助了巴西、法国、英格兰和科罗比亚队。 阿迪达斯赞助了比利时、俄罗斯和瑞典队、乌拉圭队由标马皮尔门赞助。 奈克赞助球队的整体战绩,标志着其取得了巨大成功。 阿迪达斯本届世界杯赞助了32个参赛队中的12队,奈克为10个参赛队赞助队服。 简平,进入败决赞的四支球队中,法国奈克江与比利时阿迪对决,英格兰奈克江与克罗比亚奈克对决,奈克优势更加明显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